把它放得太高 那有可能摔得很惨 做好自己 车倒山前没有路 洪老师 高运 您好 您好 您好高 还是一米八六 太高了 请坐 这样的话 我们会显得稍微的个头上 假装平均一下 中和一下 你这个 最近是不是还有新的剧要上啊 快了 应该是快了 我要逆风去和安乐传 还有两部戏马上就要上了 还有两部戏 那我就不用 道秀宝您追一下 幸福 我就不会去慌了 我们必须要追一下了 谢谢洪老师 对 我要逆风去呢 它是一个都市题材的 讲述国潮崛起的这么一个都市剧 然后安乐传呢 它是一个古装 架空的古装 安乐传好像已经上了吧 还没有呢 没 但我看见预告了 到时候上了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好的 支持一下我啊 你必须的 必须的 我已经关注你了 加入你的粉丝团 我回关 我回关 好 是第一次来嘎那吗 是是是 第一次来嘎那 怎么样感觉 感觉是不一样的氛围吧 之前都是在这个电视上 或者是网络上看到 感觉就很多电影人 或者前辈来到这里啊 就感觉很神圣的一个地方 这次是来参观学习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希望以后自己也能带着作品来到嘎那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你在大萤幕上的 很期待 希望希望尽快 好 那挺好的 你这个演古装戏和演当代戏有什么区别啊 对你来讲 呃也分角色吧 嗯 古装戏呢可能就是形体上啊或者是呃表演方式上啊 更加偏近古人一点 那个形体嘛就可能要更加端正一点 动作小一点 动作可能要小一点 但是也分角色啊 我我在那个胡药小红娘里面饰演的那个东方夜初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大大咧咧的一个小小小男生啊 然后呢可能就是很夸张啊 肢体就是活泼一点嘛展现的那我在安乐传里面饰演的韩燕呢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个太子 哦那就就是所有东西呢他都肯定是在内心要收着一点 嗯不是那种外放的大大咧咧的性格 我真的是第一没有想到你个子这么大个我就觉得所有人给你配戏是不是都得站在盒子上给你配戏啊 哈哈有些的有些有些静静的时候女生可能要采采一下苹果香 因为他需要两个人同框嗯比较和谐一点 只是说那个摄影老师有他的要求 对他需要一个角度是是是是 我需要的话能够你今天我就宽间好像电视剧里头走出来了 昨天的话就是一个大阳光少年就出现在面前了 你平常生活中什么样的呀 我在学很多有准备这个首先在健身没事的时候呢 然后呢准备哈在在找一个英语老师 万一就说以后也有机会啊像再次来到嘎那啊 或者去个别的城市啊外国的英语交流起来方便点 挺好的挺好的因为你还是 还是太年轻了所以就现在还是能够吸收语言啊吸收这些新东西 特别好的时候咱们再说说我要逆风趣好 你演的是一个投资人啊是一个商商战精英啊商战精英 楚希呢他是演的一个独立女性啊 然后呢是要把自己这个落魄的民族品牌 嗯 怎么怎么才能挽救他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你特别想要演的角色 要想去尝试一下的 我很多角色都没有演过 其实演之前可能 呃 试演的都是一些比较光鲜亮丽的角色 天可能偏 偶像一点啊对吧 这个 青春时尚一点啊这种这种剧 以后呢我想多尝试一下比如说 比较生活一点啊有生活气息啊小市井一点的这种角色 你演过反派吗 没有很想尝试 是吧 嗯很想尝试 演过喜剧吗 严格意义上的喜剧没有 也没有也很想尝试 恐怖电影 也很想尝试 哈哈哈哈 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拍过 嗯 就很想去挑战 对对 你要演个反派人物 你想演哪个时代的 这我还真没想过 就是我是觉得看起来哈 就文质彬彬的这种角色 其实私底下最后一集翻转 那种大翻转那种啊 哇塞就是大家都吃惊的那种 就是要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 啊 就阴坏阴坏 对对对 但是也不能让大家看出来的那种 期待看到你的反派表演 我也期待 哈哈肯定有机会的 今天晚上走红台 对今天晚上走 看谁的电影呢 夺宝骑兵 您看过吗 哇你太幸运了 我看过第一个夺宝骑兵 我也看过第一个 但是我们这应该是 是福特的最后一个了 你的偶像是谁呢 你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电影类的 小时候的偶像是成龙 成龙啊 成龙老师 对你们来讲的话 最就是尤其是演古装戏 最累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妆应该是 你要画多长时间 古装戏其实 化妆首先它时间很长 因为它那个妆容啊 因为它会做一些改变 比如眉毛啊 会画的长一点 像古人或者是 主要是沾那个头套 而且我的古装 基本上都是在夏天拍 但那个头套闷在里边 有的时候它前面沾完 后面也得沾 就是360度都得沾上那种 就闷头发闷啊 我怕我掉那个头发 那个都给毫没了 就很担心 我看你头发还挺好的 头发还算比较多 所以还可以毫一毫 第一次掉薇雅什么感觉 第一次掉薇雅 那是还是个现代剧掉薇雅 我就还挺新鲜 就是挂上去 没害怕 没害怕 我不太怕 会不会挂得很高的 有我在拍一部古装 在横店 横店最高的那个楼 挂给我挂上去 然后要给我荡下来 那个时候上去站 确实腿还是有点软 还是有点害怕 但拍多了就还好 我不太怕高 你喜欢武打片吗 武侠片 武侠片 喜欢 小时候卧骨苍龙 然后好多李连杰老师 程龙老师的那些武打片 我都看过 所以对于你来讲 在演这种古装戏 在吊薇雅的话 其实也挺好玩的 你在做一个你小时候的偶像 对电影里面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 你小时候看这些偶像 做打呀什么的 就觉得他们特棒 但是真正你知道 这个背后的故事的话 有点这个神奇感就消失了 因为我真正打了之后 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很佩服它 你是第一次来法国吗 也是第一次来法国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 当然你这次是去不了了 这次去不了 但是有没有什么 咱们可以跟欧莱雅传达一下 就是说下次来 下次来 明年咱们还来 明年还来 可以 明年还来的话 咱们还在这聊天 聊完天你想去哪呢 想去巴黎看一看 还没去过巴黎 嗯 巴黎 嗯 或者在这个海边找一个小酒店住一住啊 感受一下氛围 就会在这儿稍微玩一玩 玩一玩 有点时间是吧 是是是 你平常一年有休假的时间吗 还是你是 就是剧组剧组剧组 从一个剧组跳到另一个剧组呢 嗯 休假也有前段时间休假了 然后跟这个父母然后去了云南自驾游二十多天啊 你开车还是 我和我爸早着开 但我爸开的比较多 嗯 因为我给我爸买买了个新车啊 房车吗 不是 越野车啊 他也比较开心啊 对 自己开起来也比较乐 嗯 那你现在的话 如果说在这次嘎那玩不成了的话 咱们就等着下次 就就等着下次 下次到嘎那来 完了 再去巴黎啊 什么呢 再接受冯老师的采访 然后咱们再聊聊天 可以啊 到那个时候的话 希望在不久的未来的话 你就能够带着作品 啊对 一块到方海来 这是我最想的 是吧 但但也非常感谢这个欧莱雅带着我来 啊带着我来 这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步一步的 你那么年轻的话你就 多多拍戏 对就是欧莱雅啊什么的话 就一块来啊 暂时什么的话 总有一天的话 你会带着作品到这来 对对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这次来的话 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玩的机会 但是我还要送你一张船票 哦 嗯 这实际上是一个明星片 在这个明星片呢是 是就是这儿的大海 这就是地中海 因为我们现在在问所有的 来做采访的人 要上船的人 他们想吃什么啊 这样我们在游艇上 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准备点吃的 我想吃四川火锅 开玩笑 不要这么屌的 老太太 都行我这吃不是很屌 真是好孩子 真的不跳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独子 独子 对 所以你陪你爸妈妈去趟迎来 玩也玩 他们肯定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希望下次有机会 带父母来法国 嗯 真的是下次是可以的 是有时间的话 嗯 好的 谢谢龚俊 谢谢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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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雨了 没有办法 但是这样下着雨 看着那个 嘎那 感觉背景是嘎那 也很浪漫 是 是不一样的感觉 你是喜欢雨天 还是晴天的 我真的喜欢雨天 就是我喜欢雨天 待在家里面 嗯 就感觉哎 外面下着雨 然后在家里面干着自己的事啊 玩玩游戏啊 看看电影 就很惬意感觉 那你喜欢晒太阳吗 就你喜欢大自然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啊 也比较喜欢 但也很少机会 我比较爱那个 全爱旅游和自驾游 哦 自驾游 诶很独立 就什么事都一个人来 可以 这有什么不行 但是你知道我发现有很多 大明星 就是其实很多在生活上是没办法 哦 必须得有人帮 有比如说助理帮着 或者是 你是可以 你不担心 不需要 那你出门需不需要稍微的 那个 比如说 有可能吧 就是说万一还是就 你看吧 头发就随便捶一捶也行 戴个口罩吧 对吧 嗯 嗯 跟家人出去还是希望 就是说不要被打扰吧 嗯 就是出去旅游 上次 过年的时候 我生日之前 我们射手走吧 生日之前 过年之前啊 然后去了趟 跟父母去了趟云南自驾游 哇 所以你开车载着爸爸妈妈 呃 是这样吗 我也开了 但我爸开的比较多 好可爱哦 因为 对对对 我爸开车还可以 这次来到嘎那很不安静啊 对吧 每天行程都是满的 是确实排的挺满这次 然后刚走完红毯 昨天刚走完 嗯 那个 您看了 看了 那个衣服好 你自己的心情呢 嗯 我其实来之前 我还是有点紧张 嗯 因为嘎那都是在电视和那个媒体上看见的 嗯 但是我踏上前一天来 我当天晚上睡得还挺好 哈哈 不紧张 嗯 一点不紧张 那走上去那个 瞬间 感觉很神圣啊 很神圣 嗯 因为就是电影人啊 电堂 然后呢 反正 感谢啊 我来啊 带我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吧 嗯 希望以后呢自己也能带着作品来 是 你看像我们今天原本预计要出海了 结果天气不好了 嗯 那你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 如果比如说天气变了啊 或者是计划变了 你通常怎么去面对 哎呀 我倒是遇到过啊 就比如说第二天要出去旅游拍照啊 选好了一个很好的景点 嗯 下雨了 那也没办法 对吧 万一 那如果太大就不去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随心所欲一点 旅行的话就开心嘛 放松吧 嗯 可是如果比如我们计划到欧洲旅游 嗯 那你会不会先把它选餐厅 嗯 然后比如哪间饭店 我们看过啊 34间选一下 会这样吗 还是说没关系 我们倒好再说 就再背个背包 你是哪一家 我绝对是计划好的 嗯 我真的是我喜欢做计划 嗯 就什么航班 比如说 航班啊 以前跟我同学去啊 都是我来订 嗯 航班什么 呃做什么到哪儿 转什么地铁 这里借这个 你说去意大利一定要吃个冰淇淋 嗯 倒是没有 我就 这是因为工作不是我安排 对因为这次算工作不算是旅游 是不算旅游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时间在游艇上 那游艇上你通常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最想干嘛 游艇上 游艇上 哎呀最想干嘛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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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是会钓鱼的人吗 我爸很爱钓鱼 哦 我不太爱钓鱼 哦 我是那个 急啊 等你上来 就在这看着吧 就很着急 什么时候才能上来 对 对 我不理解我爸那么爱钓鱼 就是坐那儿做一个下午 怎么会做一个下午的 嗯 你觉得这钓鱼浪费时间 有点浪费时间 哈哈哈 你是吗 我也不行 我真的很急耶 对不对 你看得出来姐姐很急 对不对 我也是属于就是要有效率 对吧 快点快点 对吧 要玩嘛对吧 那就去多看一看 对对对对 这一个小时我们就钓五分钟 拍张照有钓鱼 哈哈哈 拍张照够了 拍张照就到此一游可以了 定个位够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今天没有钓鱼 你也觉得没关系 没关系 本来也不爱钓鱼 其实我要访问你之前啊 我就发现 大家跟我形容的龚俊 还有我看见的就是那种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 然后去把很多可以焦虑可以担心的事情都化解掉 哎呀其实我觉得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没有过不去的坑 要是有什么第二天有什么压力大的事情啊紧张的事情 哎不要想太多了 越想越紧张 对吧 所以你真的不想 也不是不想 还是你会先把所有你觉得你会担心的细节都确认好 我会是 就比如说工作什么的 我得把这些流程都顺一遍 第二天的话 就现场就不会那么的有压迫感 就会从容很多 对 因为看见你就是一个正能量满满快乐的大男生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少年为特的烦恼 就是还是会有 当然会有不开心的事情 有有 没不可能说就是 那怎么办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只能说转一下注意力 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比如说打打游戏啊 健健身啊 跑个步啊 或者是要是有时间多一点的话 就去开车去自驾游啊 对吧 就找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是让你有一整天 然后可以做很放松的事 你是想要一个人 还是你想要热闹一点 我找朋友跟我一起 要分场合和时间 要是时间充裕 就把朋友们叫一起来 吃个火锅 然后呢聊一聊啊 看个恐怖电影啊 这类的 要是没什么时间 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安静一点 可以做做自己想做的 自己一个人看电影 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你生气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生气起来就是自己叹气 其实我真的很容易冲动 我性格比较急性的 然后以前哈 就有有有点就是遇到 遇到烦心事哈 就很容易上头 就就很就会很苦恼啊 很生气 那现在呢慢慢的哈 这个性格还觉得得放缓一点 这太生气对自己身体不还好 对对对 因为这次要访问你 我学到一个词叫做精神内耗 精神内耗 现在很流行这个词 不要再给自己增加过多的压力 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 不要跟自己耗 耗自己没什么意义 所以你不会有精神内耗的问题 精神内耗你觉得大概是什么 你的理解是 就比如说烦恼吧 或者或者工作上的压力 就比如说年轻人哈 这个今天有加班啊 这种哈 我理解的啊 那对于我来说精神内耗 我的精神内耗可能也是工作上吧 因为遇上一些烦心事啊 那也没办法 只能就是说自己想看一点 你会去看自己的作品 然后就是 比如说一幕一幕想 这里我可以怎么样 你知道 因为我今天在看精神内耗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有一个字叫做反除 就是如果你一直为了自己的行为 一直去 对就是去反除 有时候我会这样 就是我 你会 就算我已经好像年纪大了 或工作很久了 但是我还是会有点觉得 我这个可以做更好 那个可以做更好 那种是不是也是精神内耗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很多的艺人 或者很多的艺术师他们真的会这样 你会吗 还是你做完了 其实我就是在做的当下 很有自信很把握很努力 然后做完我就不再想了 你说的这两点我觉得都存在 首先我觉得把握当下吧 就比如说演员演好戏 这个角色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然后观众朋友们 可能对于这个作品啊 可能每个人秀中不一样 喜欢的不一样 他不喜欢 但是你看到了他的这个留言 嗯 他会影响你 确实也会影响你 但是没办法 因为你做 做到了最好 已经做到最好 那就没有办法 嗯 就做好自己 对 但你会看留言的吗 会 哎 哎 谁不看呢 哎 知道不能看 但是还是会看 是的 怎么说呢 骂我的也接受 有些人吧 就生活压力挺大的 也需要发现嘛 哎 接受吧接受吧 就说好的我接受 不好的我就不认了 我就闭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 那如果撇开工作上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交上 人系关系之间 会不会有精神内耗 比如说射手座的大男孩 你就很希望说我们今天出来 就是要欢快的气氛 我超热他 太有了 我真的是这种 你有吗 我是这车特别棒 嗯 工作氛围尴尴尬 对 但是我又有一点那个射孔 因为我去测那个 NBTI好像叫 嗯 我是ISTJ 就是有点射孔的那种 OK 但是我不知道啊 就当我就希望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 就不要把现场氛围搞得很紧张 比如拍戏的时候啊 就是如果大家都很紧张 其实这个状态是不放松的 大家啊 现场啊 熟悉的啊 这个放松的状态 其实有助于那个戏的自然 对 所以你就会来搞笑一下 那或者是 就故意活泼一点 可能是就是 嗯 让现场不要那么尴尬 或者找到话聊 我以为只有主持人会这样 因为你知道主持人怕冷场啊 哦 所以如果一静下来你就会觉得 哦我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需要说点什么 对对对对 不要让这个气氛尴尬 可是我夜深人静 就会非常自责 觉得哎我今天太吵了 啊是吗 或者是我不应该说那么多 有 你不会吗 我我倒是想过 但没有觉得自己话太多 就我这性格就这样 那怎么办 没办法 那你会觉得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活泼 但是我今天就 嗯 就就为了这个不要那么尴尬 嗯 嗯 有这么想过 但是呢 就觉得吧 哎呀性格就这样 就 有个词叫爱咋咋地 哈哈哈 想怎么样怎么样 对 因为我发现 嗯 射手座的人 我们不应该讲星座 但我觉得就 我会有一点雷同 嗯 就是说你很希望在工作的时候 不管是目前幕后 就所有的工作人員 是跟你在同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开心 然后在开心的状态上完成 对不对 我真希望大家是这样的 因为不要给 就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室的同事 嗯 其实大家平时处理的事情 也都挺多的 也不要给一些过多的负担吧 但是该该该就是说 该有压力的时候呢 我也会提一些自己的建议 嗯 该施压 该push的时候 也会推着他们 对 因为你也是很直接的 是我就很直接 不喜欢管按摩教 嗯 如果你学习让自己快乐 嗯 就是把快乐当作是一个能力 是可以学的 嗯 那如果是你 你告诉大家 比如说快乐的能力要怎么学习 这个技能要怎么get到 快乐的能力啊 这个怎么get到 就是我是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他就是天生内向非常色恐啊 但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错 因为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优点嘛 对吧 但这也不能说是别人的缺点啊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嗯 对对对对接受不一样的朋友啊 同事 个性对 对接受不一样的个性 我觉得没有错吧 也不需要改变什么吧 也不需要改变什么吧 就说你 嗯 就说你可能碰见人啊 就不喜欢热闹 喜欢自己待 待着 我觉得这也是ok的 没问题 就是要很舒适的让他做自己 对 其实他就得到了部分的快乐 对 这个太太太重要了 嗯 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 一定要是很宽快的 对 就不需要做改变 其实快乐是内心的一种实在的 释放 很踏实的释放 对吗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一直都比如说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挫折 会遇到很多不顺你意的事 不顺的事 所以你是降低你的期望值吗 还是你刚刚说的转念 可是转念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 是 分散注意力没有那么容易 嗯 降低期待值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比如说一件工作 你本来期望值就很高 嗯 你把它放的太高 那有可能摔的很惨 万一对吧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个事儿没有特别如愿的完成 比如说这个工作 今天本来说我们要出海 对 今天下雨了 但又是另外的一番体验嘛 对不能把期待值拔的太高 对因为我刚刚就发现 你就是这个 这个也没关系 然后这样也好 可以 对然后就好的好的 这里也好 然后哇你看这样也很浪漫 就是你总能在 就算不是顺你的意 当中看见一个它的美好 看见闪光点 是不 这样人生活的轻松 怎么微小的闪光点就把它找到 对 其实你就可以得到一种 对 不要就是老给自己那个点 就非得就是说一键工作或者是 就今天天气必须得这样 嗯 才能完成就不能不能这样 不要设定太多 不要设定太多 因为我看见的龚俊 其实跟荧幕上的感觉很雷同 但是我今天看见的你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大男孩 谢谢 然后你会试着让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也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哎呀是吧 不要给大家一直工作 对吧 都是工作 不要给大家太多压力 包括来工作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真正得到快乐的能力 因为那个是可以散播出去的 而且那个是真诚的 是 因为有很多的快乐跟很多的正能量 有可能是努力的不去想不好的事 然后硬出来的 但是我今天感受到的那种很真诚 做任何事都是用了它身上每一个细胞 在吸收然后在享受 然后真正的那种快乐是装不出来的 而且那种快乐是会传染的 是的 那我们最后再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 你对欧莱雅这个品牌的感觉 一首歌 我想到了 李荣浩的不将就 为什么 欧莱雅就是致力于把最尖端的科技带给大家 从来不敷衍大家 不敷衍用户 非常完美的品牌 因为你值得 因为大家都值得 都值得 所以我们不讲究 欧莱雅不讲究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有的人访问你的时候都要推荐一首歌曲 因为他们要我问你一首歌曲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又要我推荐 你有想过这问题吗 知道就说我是他们的跟我形容就是人菜影大 人菜影大 人菜就是唱歌很菜很垃圾 但是影又很大 唱歌的影又很大 就是人菜影大 那你要现在来一首 来一首别来了 来小剧 唱什么歌啊 唱 你谦谦的微笑就像五妹子家 可以啦可以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你可爱的大男生 谢谢您 有你就有太阳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